星期一是我最後一晚做夜交移民錄 所以今晚也開直播室 看看有什麼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來回答一些信仰問題 這次我先計算自己的時間 現在回答10分鐘 這裡說巴別塔在哪裡 如果你想知道巴別塔在哪裡 就要問問Wonwire才知道 因為這是當代出色的考古學家 因為他有多出色 就找到那個狼雅方舟 找到巴別塔 找到索多馬和俄摩拉 還找到約櫃 也在約櫃找到耶穌一滴血 所以他基本上聖經所有東西都找到 只差在耶穌的包皮是沒有找到的 所以如果你問他 他會知道巴別塔在哪裡 那你就不要說 這個人哪有可能是真的 你不是 因為我曾經聽過偉大學富五居 又冤博的梁彥誠博士 曾經引用Ron Wyatt的說法 去證實那個狼雅方舟是真實的 是不是 經過有這些出色的基督教學者引述 所以你又不可以說他完全假的 所以你Google一下 Ron Wyatt和巴別塔 你就可以知道巴別塔在哪裡 為什麼你這樣問 是不是你想長周末去看看 好 這裡說從聖經的觀點 基督教徒是否應該反對那個安樂死 我印象中聖經沒有直接探討那個安樂死的問題 當然很多人站在現在的角度 需要處理安樂死的問題 他就想回到聖經去找根據 他也可以找到很多東西 例如聖經怎麼看生命 聖經怎麼看生命什麼時候開始 老實說如果你問我 我就不覺得聖經是有說生命什麼時候開始 因為這些探討 是現代人對於科學的想像 所以會問這些問題 但是那些古代人 他不會無故考慮或關心這些事情 其實現代人也不關心這些事情 正如你跟我一樣 也不會突然想生命是有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是因為一些社會的話題才想到這些問題 老實說 例如墮胎的問題 例如安樂死的問題 我們才會想 但是這些話題不是古代人有的話題 所以他也不會問到這些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回頭去看聖經去找些根據 其實是有些困難的 我講這麽大段 因為他的問題是這樣問的 從聖經觀點 基督徒應不應該反對安樂死 所以第一點我必須指出 你很難說說 有一個很踏實的聖經觀點 我覺得是不存在的 你可以旁敲側擊的 但是 你去到盡 你都需要承認一個事實 就是聖經沒有正面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他不是有談及所有你最貼身的問題 你不可以要求聖經處理所有你關心的問題 你不可以逼他說這句沒有說的話 而你逼他說是因為你對那件事很有憧憬 又或者對於那件事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 代表聖經一定要就著那件事發表議論 例如對很多人來說 誰應該做我老公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不代表聖經要給你答案 差不多好像在問從聖經觀點 怎麼看應該 應該 應該嫁誰老公 對吧 所以那一題我不直接回答 這裏有個人說 大J哥問 不知道誰是大J哥 他這樣問到好像他答了檔 我就知道他是誰 誰是大J哥 你哪位 哈哈哈哈 這是誰 大J哥問 大家都是神的子民 有什麼事呢? 說得對 何必動肝哥 我不知道他問什麼 在什麼時候上帝的子民動肝哥 我不知道 是不是拳頭祈禱日 哈哈哈哈 在祈禱會出手打人 怎麼都不對 希望那些斗賊不要太吵 但是這個想當年 也沒有了 這幾年就沒有聽過什麼 這裏就問到耶穌聖誕故事 他就問黃金與香末藥分別是代表什麼 很多的廣道 其實不只是在說聖誕節的故事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道 他就揭開一本聖經 他看到有個故事 但是那個故事 其實是沒有直接說到一個訊息 直接指著現代的人說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個故事 說到跟現代有關係 就是有一些講員 就是他在無可奈何之的情況之下 就是他唯有 就是 就是把那個故事 或者那些聖經的內容 就是無限延伸 就說到跟現代人很有關係 其中一個的手法 就是 有一種的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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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中文什麼 就是 如意發 如意發 我以前小時候去過一個 那些 福音營 就是被人困在那裡幾天 然後日夜轟炸 連續聽五六堂 傳福音 那些不信 就被迫到你信 但是那天我已經信了 所以就不關我的事 但是我看到那些人的手法是怎樣的 就是有些這樣的型 一些Camp 最初你以為是很炭 就是給100多元加幣 然後可以入Camp 住幾天放假 放假 誰知道裡面的情況 簡直跟煉獄一樣 即是信了主的 有茶經 搬椅 針茶 蒂水 很多事奉忙 未信那些 就日夜被人疲勞轟炸 日呃夜呃 你幻想好像你媽媽 連續幾天在你耳邊 在暗暗沉沉 叫你信耶穌 即是那種這樣的狀況 即是那些Camp 我第一次去Camp的時候 那個講完就是喬弘 他講聖經就是這樣說的 即是他講耶穌以水變酒的故事 即是他說在那個故事裡面 水代表什麼東西 酒代表什麼東西 我忘了說什麼 因為他不是基於聖經說 所以我是沒辦法記得 當然 這些他根本是自己作出來的 有些人說這樣的聖經故事 他就會這樣說 即是黃金代表什麼 例如黃金代表江山 那些 乳香代表什麼 抹躍又代表什麼 例如智慧那些 就是象徵著耶穌有幾個不同的身份 其實是一個預言 所以從這個故事 我們學到什麼教訓 我們要跟隨主的腳蹤 即是主耶穌基督是怎樣 我們也要效法他 但是也是一個很大的可能 純粹想表達送了三樣貴重的東西 不一定要代表什麼 這個分別代表什麼 有人就作長篇大論 然後說到九個字 就是說這三樣的分別代表什麼 但是其實是沒有聖經根據 只不過是他斷古沒有辛苦 但是也有可能 我覺得很有可能 只不過是代表三樣貴重的 送了給耶穌就是這樣 有時候這些無限延伸 好像有時候 我們獨男聽眾 打電話進來問我們 那些感情問題 就是 他向我笑 代表什麼呢 應該有些事情 他無緣無故約我去吃午餐 雖然說是整個團契四五十人一起去 但是有我份 他叫我 應該有些事情 是不是代表什麼 有很多時候的解經 根本上就是變成這樣 知道嗎 根本就是final fantasy 根本就是 好 下一題 下一題 這裡就說 我看他 我會問他 你問他 你問他 我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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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 你問他 以洛一书记载有魔鬼要求以洛帮忙去见上帝 请求上帝原谅 结果是怎样? 上帝是有没有原谅过一些魔鬼呢? 以洛一书如果你是说的 最初的36章就是The Book of Watchers 在故事里面是那些叫Watchers的生物 就是叫以洛替他求情 不是魔鬼 魔鬼和Watchers在身份上是有些不同 你可以说他们是堕落的天使 就比较接近些 所以不是魔鬼 就是有些拘格 至于结果是上帝有没有原谅魔鬼呢? 没有 也没有原谅过一些Watchers 因为其实以洛一书的主要核心 他不是真的说魔鬼或Watchers的命运 他不是想表达那样东西 尤其是以洛一书 尤其是如果我们讲这个故事 是The Book of Watchers 头的36章 其实那段是由旧约圣经 一小小的一两句经文引发出来的 不是整个故事是老作 是由那里引发出来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提过以洛 是由于上帝同行 所以那些人 是由于上帝同行 令到他有很多遐想 有很多幻想 还有他那段经文前后 我记得是前一点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提到有些偉人 但是他们本来是神的儿子 后来又娶了一些女儿 然后学坏了 敗坏了整个地球 搞到陷球产 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以洛一书 其实就是把一些 一小段的经文放大 加上他们自己的幻想 他说 咦? 与上帝同行 那意思是说 其实他是真正 有手有脚 与上帝同行 好像一起走街那种 你知道吗 所以他说 咦? 可能以洛有上过天堂 看到那种情况是怎样 然后他就作个故事 他把几个故事连起来 就说有人向他求情 然后他就去天堂见到一些东西 其实那个故事很多就是描述 他在天堂那里见到什么 很多奇景 那些东西 就不是说一个故事 就是想说 交代那些魔鬼最后是怎样 因为这件事 其实就不需要交代 魔鬼一定是混蛋的 哈哈哈哈 有个听众是这样的名字 都要这么说 OK 这里他就说 什么是粉蕊党 那大饼呢? 这个当年的大饼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答 我想很多年前 因为这个是269题 二百多题 他就说 跟香港社民连差不多 那就不同 怎么不同 我想他回答这些题 那个人的社民连 跟现在的社民连 都不同 对吧 这里有人回答 在耶稣的时代 他就说 猶太人 就有四个派系 四大派 有 希律 法利赛 薩都该 和爱识 离人 另外 那一个奋裔党 就是激进派 他这么说 好像有点点不对 因为他有四大派 什么叫希律 希律 希律 不是其中一样 他答错 应该查了希律 没有希律 有法利赛人 杀到该人 爱识离人 和奋裔党 就只有四个 他就搭拌了 加上希律 他说 四大派 这些归类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是做Cyphus的著作 他介绍当时 犹太人的政治气氛 他分开四个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像有提到 但是很难说 他这样说 会不会简化了 当时的情况 因为 Josephus 就是一个第一世纪的犹太人 一个写了很多书的人 他经常跟人交代 就是犹太教 犹太人的信仰和历史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著作 不是所有东西 都是可信的 首先 我们看他的著作 和其他历史的资料 是有冲突 另外 在他自己的著作里面 也是有冲突 所以不可以说 你看他这样写 你就当是 但是 你当然 也可以当是一个参考 尤其是 如果你没有其他参考 资料 他就变得很重要 但是任何时候 你都要记住 他有可能是不对的 你不可以当他是 历史学界的圣经 那 那 就是说回奋裔党 所以 有些 例如 Cyphus 古代 犹太人的 著作 他有提到奋裔党 这些 这样的 term 他里面 也有提到 一些作为 如果你对奋裔党 有兴趣的话 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个 Martin Hengel 他有本书 我不记得 名字 就这样 就叫 Salads 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本书 其实是他的博士论文 Martin Hengel 当然是一个很出名的学者 上一代很出名的学者 但是 他那本书 到现在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参考的资讯 你喜欢可以找来看 那本书很厚 以前我有 而我现在 不知道是送了人 还是 我忘记了 是送了给人 还是收了进箱 可能还在温哥华 你有兴趣可以找一下 有些故事 他说 那些奋裔党 就是在城市里面的游击分子 有些恐怖襲擊的行为 例如 他会收一把小刀 收短剑 在一件袍里面 然后 在人群里面走过 他也是捅人一刀 好像你玩 assassins creed 那些 那些就是 奋裔党 起码 某些说法就是这样 好 那这题就答够 先看看 这里有人问 他说 我看过 主能救的国语版 当时不觉有什么问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金德宝唱主能救的时候 忽然觉得很有低俗喜剧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这个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诗歌 当初他有那个填词的时候 就是用国语去填的 但是 有时你把他转做粤语版的时候 可能是出于懒惰 又或者是尊重中文歌词的传统 就是他想保存和国语跨欧 但是很多时候 你那个国语的音 你转做粤语的时候 就是不成功的 所以 例如 主能救 就会变成疑似 好像粗口 那些 其实很多这样的字眼 也是高危 又撞对 那些字 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也经常用 例如 不要说其他 就这样煮 就已经是 很多东西 唱我做猪 例如 那些什么 溪水旁 这个溪字 如果你的K音 不太突出 就会变成H音 就变成第二种水 根本上就是 有很多这些 还有 我那时候 我曾经弄了我的 list 后来我觉得太过dirty 不好意思录片 哈哈哈哈 有些高危致的 诗歌高危致的 有很多那些 这样的 好 看看 这里另外 有大j 哥们 他说 如果我发现有基督徒 整天按嘟嘟 那应该 应该 怎样做呢 我想 你首先 要检讨一下自己 首先要检讨一下自己 首先要检讨一下自己 因为你要很留意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很愚蠢 这件事你是没有办法改变 你也救不了 但是 你见到有些很愚蠢的人的时候 首先要提醒自己 不要终有一天 变成像那些人 因为你自己也有眼见 究竟是 样衰成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 你就 提醒自己 不要变成那些人 是吧 至于你说 见到那些人 经常 你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你没必要问 是吧 你自己 你自己应该知道 应该怎么做 你愿不愿意做 是吧 如果一直以来 都没什么做 那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做 是吧 浪费 是吧 好 这里就说 Hineni 是为什么 有首诗歌 叫这个名字 教会 也经常唱 大饼 就 搶着回答 他说 我在这类 没错 这个是希伯来文 对吧 好 看看 差不多了 我应该 回答这些问题 突然回答了二十二十多分钟 好 现在我去喝杯茶 或者喝杯水 转头回来 看看有没有听众的电话 又或者说一下 看看有什么话题 好 欢迎各位 继续收听 我们今晚的 烤天Live的节目 刚才我在答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在这里很专注 因为我很忙 知道吗 一直在这里 自己用口 在答上一题问题的时候 我就要立下下一题 应该回答 是吧 因为你看到我一声一声 不断去 不断回答问题 不简单 同事正在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 刚才我都没有空 去看这个订阅 好 那我就看一下订阅 刚才有些 什么的留言 他在这里就说 刚才那个 圣诞故事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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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什么?有人说是代表君王大祭司和受死 这里有人说,乳香和抹药都是魔法会用到的东西 变成了耶稣无女法术 另外有人在讨论大J这个名字 其实通常叫那些名字都是小的,这是魔鬼说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些数据去背景他的说法 这里是魔鬼说讲以纳的中国祈祷 Sort Walker也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你们这么沉迷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有见到他的讨论 但是不知道那些人我可以开来大家一起参详一下 那些听众就是说这个讨论 也就是那个以纳基金登报纸 还有在网上登的那些祈祷的文字 那他这里就新近10月20日 就有个求主继续赐福中国 其实因为他之前已经有很多类似的 他都不需要特别再说 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都不需要批评他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以纳基金 其实在一般 一般正常人的眼中 已经变成过街老鼠 因为这个以纳基金 根本上已经变成了乃共的代名词 但是这个不是新近发生 根本上就是很多年前 好像在两届 好像是两届 两届的立法会 之前他就已经出了那些讨论 去帮民建联高级 他早前才好像五周年 六周年纪念 我还再出多字 可能下一年去到那个月 那一天 Facebook那天我又再出 根本上就是 其实自从那次之后 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乃共 然后继续还有很多 这些讨论 经常说 《罗马书》 要尊敬 听话 那些在上掌权者 又要信服 那些东西 根本上就是 因为我很多年前 都已经是彻底 那样 迫弃过他 这么多年来都不断耻笑他 但是从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耻笑他 有时候他又为那些女性的书卵管 又为那些子公 又为那些弟兄的书精管 去讨告 很多时候他在他的讨文里面 都反映出 我觉得差不多是 歧视女性 那些观点 虽然他的话事人是个女人 但是 根本上就是 不需要多说 但是如果没有看过这篇讨文 你也可以看看 就是有一经典 只可以说是 他在这篇 讨告文章里面 他就赞 中国 是很棒的 基本上他整篇文章就是 说大国崛起 就是崛起到好起 就是感谢主 令到 中国崛起得那么重要 就是 他说到 上帝是伟哥 差不多是 令到中国 几乎 起了不懂 永远复足 但是 很多人都觉得很嘔心 尤其是 在这一个 情况之下 是现在 正在发生 拆架会 拆拾十字架 中共迫害架会 有很多 事情正在发生 这些 财物都小事 有很多 是牵涉人身自由 有一些牧师 就是 因为 为那些教会出声 甚至是被人捉 有些被人打过 牵涉到人 就严重很多 你问我 然后 他出一篇讨论 说到中国很棒 直接给他一个赞 然后背后 支持中国的势力 他就说 是主耶稣基督 是主耶和华 这些都是上帝 挑选 说到中共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 我不需要批评 我很乐于 看到 好像 是哪个传媒 我忘记了 不是基督教传媒 是教外的传媒 也有 拿出这个 讨论 对于我自己 或者我的听众 也说这些当然不是新闻 大家都知道 这个讨论基金是什么 所以 有些人拿他出来 鞭屍 我都是乐于见到 根本就是 另外 我也是很乐于见到 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团体 跟这些讨论基金 玩得好 我经常都说 香港那些 那些基督教势力圈 真的很搞笑 各重其类 真是一堆 真的不是开玩笑 真的有这么巧 可能那些人 真的是品味恶劣 你知道吗 我最恨最看不起那些 就真的玩一堆 那些不中文 林以乐 影音市团 这个以乐基金 全部都是一堆 然后 我不喜欢那些什么 祈祷会 那些大型福音聚会 我不是不支持全福音 我不支持那些聚会 然后 我之前有批评过 又是 好像这些以乐基金的 讨论 出一些单张 乘机 其实是类似的事情 求主继续赐福中国 真的差不多是类似的 这些这样的东西 整天都有以乐基金参与 整天有什么东西 祈祷小组 代祷小组 就是找以乐基金 我很乐于看到他们 就是玩一堆 令我很容易能够分辨到 哪些聚会是有问题的 有些 你就这样看我的名字 不知道背后那些什么人 但是如果你揭露一下 你看到 以乐基金又参与 你知道什么了 对不对 又看到那个 什么陈世强 那些 那些 就是帮我插上 那些红色旗子 让我告诉他们 这件事很有问题 对我自己来说 是有这样的作用 但是我又不会公开说 哪些东西有他们参与 实际上是坏事 我又不会这么说 但是对于我自己 本身来说 如果有这些人参与 那我就是会 有个戒心 起码 有个戒心 是吧 所以他们很多事情搞 很多事情参与 我其实很喜欢看土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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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评论那些 主爱林香刚 是吧 因为我之前 其实已经是 六个两三条片 有说过 但是我不需要 挖掌他 有些是事实的东西 我觉得我 年纪前说过 今时今日仍然是事实 那你喜欢就去 Youtube那里搜索 那我就不需要 像八婆那样 不断重复 因为我这些人 就强而有力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我心里想的 我已经说了 就是这样 好 看看 先看看 再回答多几题问题 是吧 再回答多几题问题 因为时间无多 好 这里就说 如何才能够在传道的时候 更加有霸气 这些问题 其实我就不明白 这个问题是怎样 因为你说到传道的时候 其实是有 咦 咦 不是 我先换一张 WARPAPER 免得魔鬼 合眼睡 对吧 给他看 就要 怎样可以在传道的时候 更加有霸气 那传道呢 我不知道 它是 好像港道那种传道 还是 传福音那种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 不太知道 如果你是 港道那种传道 怎样更加有霸气 那我想 霸气 其实就是自然流露的 就是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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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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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有些人 例如 他 开麦 或者 跟人 聊天 的时候 他想 谷一种霸气 可能 他在网上 有些 偶像 是吧 而他的偶像 在那个 例如 做 网台节目 又或者 在个人谈吐里面 他留意到 很有霸气 是 刑爆 是吧 他就想学 所以 他在言谈之间 有几种方式去表达出来 有些就是 说些话说得很肯定 他透过肯定的语句 表露出他一种信心 就是说 我说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是其中一种霸气 另外 这个在教会里面 就不会出现 但是 也有一种常见的状况 就是很难口 如果 你认识他 他本人就不太难口 但是 为了在那个 时间里面 他能够表露出一种霸气 他就突然间变得很难口 但是 人家其实是听得出的 就是 你说粗口 说到疾口 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些不是霸气 这些叫做洩气 哈哈哈哈哈哈 这些叫做漏气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 是没得调的 我觉得是没得调的 还有 我比较常见就是第一款 就是很肯定的语句 就是说到 我说的那种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present出来 就是用这样的语气 就是用这样的通来present出来 但是 你可以骗到一些人 可以骗到很多人 是吧 就是有些 就是 云云恶恶 不用脑那些 就是会被你那一刻 那种 那种的语气 他也懒得自己用脑去想 但是 如果你说的那样东西 是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也不是很难听得出的 就是真的有想过那些 其实他是很容易看穿你 就是你有霸气 说出来的那样东西 其实你根本没有根据 就是你之前在那里解经 说一大段东西 然后你最后的conclusion 和那个经文根本就是没有拉肯的 这个是常见的状况 在港道里面 因为我又不怪他 不是 也应该怪他 但是你可以理解 因为你又 就是 你讲经文是一个步骤 已经不简单了 你要解经 如果你要做得好 然后你再跳去另一步 你去讲那段经文 跟你跟我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其实很多经文可以很有趣 但是跟你跟我是可以没有关系 老实说 可以是没有关系的 圣经很多东西可以跟我们没有关系 例如族谱跟我们没有关系 圣经是可以有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完全 你要接受这件事 这是一个事实 而困难的过程 有很多人在那里做得不好 是吧 又或者是 我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不觉得需要做得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然后他经常出现的状况就是 他讲完道的结果 跟他之前讲的那段经文 是没有一个逻辑关系的 是可以是这样的 如果你被人听到的时候 你那个结论 你讲得越有霸气 其实就越致 这是真的 人家就是会 因为那个discrepancy是太大 你这么有形的表达 那个tone 说得很哭 声嘻力竭 说得真是红都面晒 变得像陈豪那样 是吧 然后 在台下的人 想想想 OK 但是跟你刚才 说了半个小时 那些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 那样的 那就是变成一个笑话 那就是变成一个gag 那就是更糟糕 这个就是一个港道 怎样能更加有霸气 我觉得就是要有根据 有根据 就自然会有霸气 这个不是 语气 又或者 那个人的口才 可以搭救 我相信 是凝造不了出来的 就是假的可以隐瞒到一些人 你可以隐瞒到一些 假扮关心 其实 连老都懒得用的人 那些你就骗到他 让他觉得你好有霸气 你只可以骗到那些人 那些可能人数很多 可能人數很多 但說到尾是一些不關心的人 如果你是有好的內容 那段經文和你的結論是一個很強烈的關係 其實已經是好到不得了 那個霸氣會自然流露出來 我深信是這樣 而事實上我也有見過一些講員的口才不是特別好 但他講的話是有道理的時候是OK的 自然有那種令人信服的霸氣 因為自然是在聖經中流露出來 如果你說傳道的時候更加有霸氣 如果你說傳福音的話 那你怎麼有霸氣 傳福音就不需要有霸氣 你又不需要求人 如果我傳道的話我會有霸氣 當你不恨別人信的時候 當你說別人死的時候 就自然流露出霸氣出來 我相信 是吧 好了 這題就夠了 答夠了 這裡 這裡竟然有個 有個感情問題 他就說我信了很多年 但找不到基督徒弟兄 所以之後就跟了一個未信主的男朋友拍拖 誰知道教會有些人知道了 反應很大 又說我跟未信主的男朋友拍拖 即是信仰對我不重要 我跟人說信神對我很重要 沒有人相信我 我聽教會的人說 跟未信的人拍拖 會不給侍奉 主要學老師說 跟未信者結婚 教會會懲罰信徒 帶男朋友回教會崇拜 崇拜廣道的時候 會叫姐妹 不要跟未信主的拍拖 也有傳道人說 教會裡面的姐妹 是不可以跟其他教會的弟兄拍拖 這個越說越離譜 本來就說不可以跟非信徒拍拖 後來就直接說到有傳道人說 教會裡面的姐妹 不可以跟其他教會的弟兄拍拖 只可以跟自己的教會拍拖 會不會再收窄些 只可以跟自己團契的弟兄拍拖 哈哈哈哈 他說我現在不想回這間教會很辛苦 男朋友就是乖孩子的類型 又孝順父母 誠實有禮 只是微信主 究竟跟微信主的拍拖結婚是否一種罪 有個倉鼠回答 我覺得沒有問題 也有人說辛苦的就轉教會 第一個感覺當然就是叫人轉教會 但我相信那個人本身也知道 很多人不轉教會有很多原因 不是說只是回到不開心 他就不回 有些是他捨棄不到的關係 或者是家人逼他 他覺得不值得跟家人吵 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心底裡是會勸他 不如你回另一間吧 如果你這麼辛苦 可以考慮 但是我又不會說 如果你繼續留在這間教會 就該你死了 又不會這麼說 如果說到這樣 有些像 你對香港這麼多投訴 你就滾吧 又說在樓櫃 留下就要捱的 我又不會這麼說 但是別人是這麼萌失的時候 而你又要繼續回那間教會 其實真的沒辦法 你需要學習 是不聽其他人的意見 尤其是如果你是 在那個環境裡 尤其是在這個狀況 你會知道自己是正確 別人是錯的 別人是會很煩擾的 但是你可以不理他們 他可以對你怎樣 其實他不可以對你怎樣 除非他不讓你回教會 但是教會不會讓你不回教會 停事奉沒有問題 停事奉是教會的損失 rinrique 甚至不可能發生 對不對 吃花生 停事奉也就停事奉 有保館嗎 因為事奉的崗位可以十分 可以在教會侍奉 你可以出去侍奉 有些教會不喜歡人出去侍奉 因為拿了一些時間 令到教會的侍奉少了 你就出去侍奉 很多機構喜歡人去幫忙 侍奉可以有很多東西 例如你免費幫HowTinDoc推咪 幫HowTinDoc做資料搜集 每天抄HowTinDoc的名字10次鼓勵他 這些都是侍奉 所以就有很多形式 不一定要教會侍奉 所以侍奉的東西不需要擔心 教會是他也催你不脹 他真的催你不脹 他只是給你說話 你就笑回他 如果你覺得自己夠大 因為人有幾種 有些喜歡頂嘴 如果你是像我這類 其實我不喜歡頂別人的 我覺得別人說那些愚蠢的東西 我就不出聲 然後心裡恥笑他 因為我自己很肯定那個人是錯的 你不是讓他錯了 免得教他 你又不是交學費給我 為何要我教你 所以就看你自己是哪一類的人 如果你被迫在那個環境 迫在那個教會 其實你又不可以控制別人怎麼對你 你就迫在那裡 所以我只可以嘗試 令自己好過一點 改一下自己的心態 有些廢人說廢話 事實上是不應該放在心裡 這個對某些人來說很容易 例如對我老婆來說 就困難一些 這些人的性格不同 但是我相信 人人的程度不同 難以的程度不同 對我來說很容易 對某些人比較難 但是 即使對你來說比較難 你嘗試一下 我相信也會有些進步 又或者是 令自己好過一點 我覺得 會有一點改變 即使你不是那種性格 所以我建議你是這樣 但是當然 他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 可能男友已經分了一手 好吧 好 這裡就說 黃金與香沒藥 哪一樣比較珍貴 這裡有個聽眾答得很好 他就說 商品價格可升可跌 過往表現並不表示將來的回報 希望投資者能夠了解商品詳情和風險因素 並且特別注意市場涉及之風險 所以很難說哪一樣比較珍貴 好 這裡還有一題 就是說 烤天Dog是HotDog HotDog的定義是怎樣的 因為有時候說說說 好像全宇宙都是HotDog 對吧 這些是因人而異 對吧 這個就不知道 看看哪一個定義 好 其實我沒有計算時間 應該都差不多了吧 應該都差不多了吧 好了 今晚我們這個節目就來到這裡 對吧 如果剛剛錄的節目 會放上熱血時報 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在熱血時報的節目 是吧 那我之前就公佈了 那我就會做到十月尾 那就 先看看 沒有計錯 真的 最後一次 是吧 那 通常最後一次的人是會說什麼 是不是多謝些聽眾 嗯 但我覺得聽眾欠了我 為什麼要多謝聽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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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 那 就這樣吧 是吧 有興趣繼續聽 我說 我講其他話題的 就自己找一下 當然有方法 是吧 Facebook 聯絡 各方面 那些 那些 有些聽眾我也特別感謝 因為 有聽開我節目的 知道我牽涉一些 那些 麻煩的事情 所以 早前 我開了課金的帳戶 都有幾個人響應的 有些 數目不同 那我也 多謝那些 聽眾 就是 支持 和 幫助我 是吧 那 那件事 還沒完 是拖著的 不過 都 OK 看看 看看 是吧 我又不會好像很愚蠢 覺得 因為我信主 沒有做錯事 所以 一定沒有事 我又不會有這樣的幻想 很多好人 都是很嚴重的 我都會擔心 我自己會這樣 但是 也不擔心得那麼多 看看如何 是吧 是吧 那麼 就 就 等一下 好 最後看看 check room 是吧 那麼 有些人 就 在那裡講解經 我見 Kelvin Sort Walker 就很欣賞 夫人 在背景的 一些笑聲 是吧 另外 有些人就說 永遠懷念 是吧 Sort Walker 就說 主懷安息 Kermit 就比較厚度 厚度 會有其 是吧 好 各位主懷安息 我祝大家 再見 再見